他打得越high的這樣這個球員啊 其實這個特質我認為在過去台灣球員一直被認為是打法比較溫了一些 我認為這樣的特質確實是適合職業聯賽的 是 外圍三分球發炮李佳瑞 李佳瑞 換成右手 這是一個身體碰撞之後 李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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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佳瑞把他的身體重心壓得非常低 李佳瑞這個球起來了過去 拉桿出手漂亮 這兩分在上進之後 現在雙方 這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我們來看一下 差一點點要掉 但最後還是用他的一個優異的手感 然後把球給救回來 然後完成拉桿上 然後完成拉桿上 這一個三分線 這一個三分線 讓現在新竹功能是逆轉超前 三分球 李佳瑞再來一顆 五位刷過是台灣 兩百公斤要長 李佳瑞一個漂亮的歐洲步 正面打板得分 李佳瑞上半場 看一下這漂亮的歐洲步 先踩了一個歐洲步 在做拋頭 這是一個兩公尺的長男 最後一波攻擊 桑華在勇士這邊 成功的抄捷 佳瑞抄下來了 多拿少了機會 直接飛身進來 兩分要到了 加速之後上去 穩 小拋頭沒有自己在補 想要第一時間補進 但沒有 馬上給到前面 這球墊不過去 差板得分 縮小到個位數的差距了 李佳瑞這個球 靠在對方的身上 打上去要的犯規 球命中 又是洆湞潔 前面林俊潔和彈球 這個很高位檔才配合 就找到遠邊 脈腹遠邊的洆湞潔 看 李佳瑞這個球 三分球 再來這是李佳瑞 最後的突破 佳瑞要給他 哇 這個他說可以啊 李佳瑞 還有蕭順毅 比賽一直強調 期待 他真的期待很久了 他終於讓人展現出來 他 當時大隊 他是田蕾接班人 或是台灣 非常少些 兩百公分 白卷 不過這邊馬上 又讓對方悲鳴成像 喔 跑球 阿偶爾還是會有些外線的能力 不過就是說 多半是 比較多的空間的時候 才有機會 是 哇 這球籃底下 李佳瑞 提升很多 沒錯 今天剛好是金馬獎在頒獎這樣 對 今天晚上 哇 李佳瑞一個收球假動作這次 利用籃板 這一節讓他拿了六分 哇 這球想要表定孟雪 不過始終沒有辦法擺脫高國豪 因為 曼瑟夫 似乎 太看不起高國豪 給的也太低了 對 李佳瑞 他們在一些 防守退防的 這部分其實做得還蠻不錯 李佳瑞呢 全是 三分球出走也有 哇 所以如果連李佳瑞都加入三分球的行列的話 就傳 第一節最後的三分半多 李佳瑞的三分球今天 很有信心的 第二顆了 李佳瑞 守他三分就開始往裡面切 而且還有第二波的攻擊 沒錯 信心整個來 因為他第一顆投進第二顆人家 李佳瑞 你 剛才 你 兩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